这条腰股相信大家都不陌生 对吧 通过换手板接力上去的 也就是说通过资金不断的形成合力 往上拉的 由于每一部分接力的资金 它的成本是足迹太高的 所以说换手板 它在走到头的时候 它通常不会走一个A砂 而一字板子不一样 一字板的话都是有单独的一个庄家 或者是一个油资 在吃毒食直接往上拉的 它自己的成本本身就比较低 一旦走到头的时候 很容易就A砂下来 所以说啊各位 腰股的成名之路 它是十分曲折的 我们要懂它操盘背后的一个逻辑 对于我们散户的资金体力而言 我们也没有特殊的通道 对吧 对于像这种一字拉升的标的 我们是很难参与进去的 你很难排板排得进去 除非你是提前潜伏进去了 在低位的时候 但是你能保证你所潜伏的个股 它一定就会一字往上拉升吗 所以说这中间的不确定性 是非常大的 而且咱们大部分的散户投资者 都没有这样的耐心 去等待一个主声浪的到来 所以说呢 今天老胡想给大家分享的内容 就是想改变大家原有的一个思维 让大家对掌停板和换手率 有一个新的认识 所以说建议看到视频的朋友 先点赞加关注 以方便观看我们后面的视频 今天想要给大家分享的 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换手板 这种板型呢 其实它没有特别特殊的一种板型 而且也没有特别特殊的操盘手法 其实我们可以回过头来看一下 这几年它所有的一个大腰股 它的自然涨停板 都会发现有一个公分的问题 那就是换手板 就像这样的 有不同的油资合力拉上去的个股 它才能够成腰 也就是说换手板 它一定是腰股的必经之路 没有换手板的腰股 其实都是走不远的 它也不能够称之为腰股 这些大家也都知道 当下的市场风格和以前是不一样的 不再仅仅是原来的单庄股的一个时代了 而是一个合力的时代 以前的时代呢 是随着制度的改革 都会慢慢的淘汰成为历史 而现在要讲的 更多的就是资金的合力 这也是主力资金之间 击鼓传花的一个游戏 讲到换手板呢 我们就必须要了解它的一个特征了 对吧 第一个肯定是换手率的问题 有换手就意味着有分歧 看好的人继续买不看好的人往外卖 这种腰股的换手率的数值 要控制在30%以内是比较合适的 那么既然说它是一个腰股了 那么它肯定是有手板 是有涨停板发起的 所以说呢 它的换手率呢 最好也是在8%到30%之间是最好的 那么一节课程 老虎给大家讲过 一定要看一下实际的换手率 对吧 如果说你还不会看实际换手率的朋友 可以看完本视频之后 往前翻一下看一下昨日的视频 这是对于正常的股票 各位 如果说是一个次心股的话 那么次心股它的换手率 要控制在50%以内 这是换手板 它的一个换手率 那像一字板的股票 它为什么打不开高度呢 我想大家应该都清楚了 因为它前面的换手不够 所以说一字板连板上去的 要么你自身有着一个重大的利好消息 作为一个支撑 才可能连板上去 否则的话是很难连板达到一个高度的 那么这里还有一个细节要讲 各位那就是这个换手板 它所出现的一个位置 最好的位置是在三板左右 为什么呢 各位大家先想一下 如果说一个股票 你连三板都过不去 那么你的强度又在哪里呢 同时这也能反映出一个问题 那就是如果说你在三板的时候都没有换手 也就是说市场它可能对于这只股票的逻辑是不够认可的 得不到各路资金的合力认同 而且短期内两三个涨停板 在市场上单独的一个油资或者是小的机构 都是可以完全做得起来的 但是短期内你想要翻倍的个股 不管是油资还是机构 都没有百分之百的能力去操控的 而且这些特点啊 它都是市场各路资金合力的一个结果 那么市场资金我们怎么去看合力的一个结果呢 那就是通过换手率 像这种情况下 它在盘中就会有比较大的买盘和卖盘 经历了市场各路资金的检验 盘中经历了大量的换手 还能够涨停 那就说明市场的资金通过综合考虑之后 都一致的认为 这个标的它是有着比较好的上涨空间的 这就是一个由分歧转移制的过程 它们的高度一般都不会太差 所以说换手的标的都是很好的 尤其是连续涨停后 再出现大量换手之后 还能够涨停的 那么这样的标的一定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像这样一个标的一样 本身它是一个次星 如果说它在二版的时候 大家可以看二版的时候 它是一个一字板 是一个缩量缩到极致的 而且手版它也并没有放出特别大的量能 所以说一版没有放这么大的量 二版还是一个一字版 第三版的时候如果说它再不放量的话 那么它上方的空间就很难打开 虽然它的上方没有多高的套牢盘 但是现在大家都知道 当下的一个行情走的是特别的弱 可以说没有一个明确的主线出来 可以说啊各位 这种个股想要打开连板空间 那么它一定要经历一个分歧 要经历一个比较大的换手 第三版的时候在这里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 明显的换手 高开之后 然后放出量能来 再次往上拉 而且在第四版的时候 各位它的分歧更大 它虽然是高开的 但是在盘中的时候 它一度杀到了绿盘 杀到了五天县附近 在五天县附近受到了一个支撑 再次受到资金合力的一种追捧 所以说再次封版 那么它上方的连板的空间再次打开 讲到最后呢 其实还是一个关于成交量的问题 其实老胡认为并没有一个固定的要求 不能说是有换手 对应的成交量都是大的 其实这个说法它是比较片面的 老粉丝应该都知道 老胡在给大家讲课的时候 给大家讲过 建仓的时候 我们看到的是成交量 我们只看成交就可以了 但是在拉升的过程当中 我们所看到的是换手 因为达不到一定的换手 主力资金它就没法出货 所以说我们要去操作一个个股的话 首先要看的还是这个个股在板块当中的一个地位 如果说它是板块当中的龙头 那么它下面有一些跟风的小地在一起涨的话 那么这种情况放量上涨是最好的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龙头它是市场 多方面资金都去重点关注的 如果说连续上涨之后 还能够有大量的换手 再次移动 那么后面的攻击将会为逐步的拉高换手率 再将后面的空间进一步打开 缩链板之后 依然能够放量换手涨停 说明换手板一定是腰股的必经之路 之所以要换手 是因为所有的腰股 它不是某一个资金和机构单独做出来的 而是市场所有人的合力 散户和油资合力检验的结果 就像近期的开开一样 它之所以能够打出市场的一个高度 就是因为有机构和油资在里面推波助澜 好了各位 我是老胡 短线交易顺势而为 我们下期再见